娱乐转圈圈 作为新锐导演李孟乔的首部长篇作品 影片凭借独特的叙事风格 跳脱逻辑的想象力 此前入围路特丹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还受邀参加纽约新导演新电影展映 引发诸多共鸣 首映里现场 众多观众亦为影片的梦境失忆所感动 勇敢的面对烦恼吧 路上遇到的这些人 这些事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 我觉得中国需要这样的电影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彷徨 在这个充满信息的世界 它反映了很多年轻人的一种挣扎 怎么找到自我 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有意义 影片预售现已开启 等待观众共赴一次心灵奇旅 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将于6月18日全国供应 和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见仁见智 黑白梦旅扣问 现实边界 风格摄影勾勒角色内心 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中 种种梦境与现实交相会应的片段 令诸多观众印象深刻 这也构成了影片跳脱传统叙事逻辑的 独特之处 而其中深层的创作动因 来自导演李梦乔 长久以来对心灵与哲学的深邃思考 哼 幻觉和所谓的现实 对我来说分割线没有那么明确 就像电影里说 一个人醒来是最重要的 无论观众喜欢与不喜欢 都希望能与电影结缘 电影中尝试了多种方式 不管是暗藏的预言故事 还是对心灵困境直白的台词扣问 他们都在致力于 给予观者或多或少的启发 摄影指导柯玉明在首映李现场 分享了影片视觉呈现的种种设计 用黑白影调去展现影片 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摄影是服务人物和故事的 城市中的景观 是和人物内心融为一体的 除了严谨的拍摄 影片的镜头 更注重一种即兴的感受 是跟斗镜头一同把内心打 拍的过程 而在赫开朗出现的段落 它更像是一种能量 摄影机与之相应的运动就更为疯狂 而当如田壮壮老师一般的智者出现 电影的镜头就松弛下来 它的风格很难被定义 希望大家能喜欢 以影为静审视 当下生活 两代影人共筑心灵齐骗 导演李孟乔回忆创作历程 在他看来 这是一部情绪主导的影片 更看重的是人物贴合性 这种贴合代表着新的开放 能否有勇气停下来 审视自己的生活 彤彤是那种敢于回身看自己的人 都尽同对内心情绪的波荡 亦有着自己的理解 学会和情绪拉开一点距离 正在痛苦就去观看痛苦中的自己 这可能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借用旅行这种外在形式 去探讨每个人日常中的情绪问题 是影片之于当下的迫切价值 无论痛苦 快乐还是悲伤 你都要全然地接受所有情绪 当你 能发现自己被情绪控制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在脱离它的控制了 正如主演和开朗所言 这部影片造就了一个 能让人从现实生活中醒来的梦 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 也是影片的特别出演 极简级指导的田壮壮现场坦路 我是一个教电影的人 却通过这部电影跟年轻人成为了朋友 对于影片特立独行的创意 天马行空的想象 田壮壮认为 这个电影的出现 我个人觉得对国产电影是一个挺好的现象 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世俗故事 讲述的是人内心的 觉知 但它又不是一个说教的电影 很少有这种挑战你观赏经验的作品出现 需要一点心和精力来看会更有收获 王志文亦表示 我觉得这部电影不能以通常对电影的阅读方式来观看 这是一部自由的电影 我在观看时的 感受非常奇特 它没有以往电影的套路 就像片名一样 它就是那么偶然来到了您的面前 电影只是一次偶然的旅行 6月18日全国供应 在心灵奇旅中 见仁见智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